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掌點密碼 來看今天台北股市準備挑戰晚期關卡 中場漲160點收在16922點 存交量的2911億元 那今天排斥是怎麼做解析呢 現場問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是大宇國際投股 張宇明分析師張老師好 婷俊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瓜長 我剛剛問你先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的 今天台股漲160點 拉出一根關鍵的長紅棒 那我們前一天跟他提醒過了 大盤這幾天即將發生重要的變化 那今天這個變化已經發生了 因為大盤電子股正式三線翻多 我們先看這個圖 這叫什麼 叫脫吊車 因為那車頭 車身非常的長 當脫吊車要轉彎的時候 這個勢必要很大的馬路 所以大盤要上來 很簡單 量要上來 第二個呢 它有比較大的空間 你不可能在小巷轉彎 那它轉不過去啊 所以脫吊車轉彎 它一定會利用很大的馬路 需要很大的空間再做一個轉彎 而且速度會這樣慢 不然怎麼轉彎 同樣的 大盤在多空轉彎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手中的持股不可能 一期間全部翻多 一期間全部翻空 那個邏輯性比較不夠啦 所以我們在昨天三檔多單 兩檔空單 今天早盤 早盤9點半左右 再也沒把手中兩檔空單全部出掉揮布了 換成什麼 換成多單 所以我現在各級會員手上都是五個多單 就跟大吊車 脫吊車轉彎的道理是一樣 不可能一次手上股票全部換 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我們在昨天三檔多單 兩檔空單 今天全部換成五檔多單 好 那麼大盤的格局 三線早盤就再犯多了 沒有錯 一開發沒多就犯多了 三線再度站上了 當然架構還沒有很完整 因為第一線有稍微比較短 電子股的格局也是一樣 三線都再犯多 所以出現一個紅色的買進訊號出現了 懂意思嗎 那我們看這一段呢 這一段盤整的15週 15週 將近4個月 所以大盤前面再盤整 並沒有你想的這麼漂亮 所以這邊當然我們就也 一部分做多 一部分放空 在這個階段裡面 好 那我們說大盤架構不免代表什麼 代表未來路不是一反風順 那如果很漂亮很漂亮 一波就上去了 那目前架構並沒有很完整 代表什麼 代表未來路不是一反風順 你的操作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大陸可能還是崎嶇坎坷 並不是一路拼摔 通通當地 一路放行 所以操作上還是要謹慎 還是要小心 這是我目前對大盤的一個看法 好 那我們說澳洲升息 意義很簡單 因為通膨還沒有結束 所以澳洲還繼續升息 目前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那我相信這個狀況 不管在美國 不管在台灣都一樣 通膨的狀況 說真的 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改善 所以澳洲做持續的升息 好 那我們看 你看 剛剛跟你講說大盤架構不美 你看這個 盤整 對啊 前面的盤整三個月 盤整完 一破就上去了 這架構很美 對啊 這架構很好 那如果像這種格局 投資朋友 股神系統不會做錯 懂意思嗎 這次它架構很美 它就成為這種態勢 對啊 就這種態勢 我們看第二條 BEN也是一樣 前面這邊有沒有漲 沒漲 兩個月沒漲了 當一旦突破這個壓力區 這邊有很多賣出訊號 代表這裡壓力很沉重 拉一個長紅棒突破壓力區 三線換多 然後就一波就上去了 所以股神系統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這個股票的架構 大盤你可以把它當作一檔股票 大盤架構不是很漂亮 這我們必須說明 那如果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就像這樣啊 對啊 為什麼這邊不會漲 壓力沒有克服啊 那盤三個月對不對 爬完之後 要克服壓力要長紅棒 或跳空 沒錯 它用跳空 用長紅棒來突破這個壓力區 4月7號 然後就一波就上去了 都是一樣的格局 所以大盤有沒有 架構很美 沒有 我們必須說明 股神系統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這個就不可以呈現這樣 這個一樣滑成 你看一波上來漲好幾倍了 這多頭架構都沒有破壞掉 也沒有任何一個賣出訊號 所以我們說這架構是沒問題的 股神系統當然也是沒問題的 特別說明 那我們就前面這邊盤了15週 來到盤整區 盤都上不去 這個階段15週 15週快4個月 15週 16週就4個月了 15週快4個月 這個階段好不好操作 當然不好操作 蔡民前面做什麼 做多 後面放空 前面7週做多 後面8週放空 剛好15週 放空的時候 很漂亮啊 做多做空都有啦 這邊是 這個多單 這邊是空單 多單15筆 空單11筆 賺的扣掉賠的 215塊把它放到口袋 這中榮會 如果一次吃張215萬 會很差嗎 不會啊 為什麼會差呢 美得不得了啊 大盤盤整是最難操作的 對啊 我們獲利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摸著我們良心 我們不會對不起客戶啦 當然不可能每一檔都對 每一檔都對 那絕對是鬼扯騙人的 如果有一個分析師 每一檔都做對 你趕快跟我講 我立刻 退出銀棺木 我不做了 對著的好啊 我是賺翻的 每一檔都對啊 不要傻了 沒有這種人啊 如果有 立刻退出銀棺木 我不做了 我不知道我的極意財產 我跟他做就好啦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你不要被騙了 那如果在台北上每天都跟你講 他賺多少賺多少 那絕對是騙你的 百分之百是騙你的 因為不可能 懂意思嗎 任何一個老師都一樣 包含我 包含很多人都一樣 會做錯也會做錯 那只是很多人做錯都不敢跟你講 永遠把做對拿出來講 做無比 一百塊買買買 買九十八十七十 買到七十 終於漲到七十五 你看我七十買進 跟你對十對價 七十五塊賣掉賺五塊 前面這五六比不用講 那當然都是欺騙了 所以用詐騙的方式解盤 我很看不起啊 說真的 看到他我根本就不想理他 雖然跟我是同樣是分醫師 當然我比他高一檔 我是總經理啊 我是董事長啊 我當然比他高啊 第二個呢 你用騙的啊 你怎麼跟我比 你拿屁股跟我比啊 不可能 所以我非常看不起這種人 好 張愛民絕對沒有騙 一定有對有錯嘛 所有資料呈現給你看 賺的扣掉賠 就兩百一十五啊 十五週 快四個月可以做到這樣 了不起耶 十張就兩百一十五萬了 好 那我們說未來 接下來這怎麼樣 這兩個禮拜 他就漲台積電啊 你們都知道嘛 那漲台積電 我又沒有買台積電 我怎麼會有獲利呢 過去兩週 張愛民你賺什麼 沒有啊 我沒有賺啊 不可能啊 那漲台積電我怎麼會 會賺呢 不可能 好 那我們說到台積電的格局 我們就仔細來看一下 這邊是啊 大跌到三百七之前 哎唷 好多賣訊 跌到三百七 當然不可能最低點翻多 如果有一個軟體 最低點就翻多 最高點就轉空 中間都沒有任何雜訊 我一樣我立刻推出櫻瓜木 我用一千萬來買這套軟體 一千萬喔公開講的 你不要講多少年 沒有這種東西啦 世界上沒有這種東西啦 不可能的啦 永遠都不可能發生 你不要傻了 最低點就買 買進 那最高點就賣出 中間都沒有雜訊 一千萬 我公開出一千萬來買啊 我立刻推出櫻瓜 我不做了 我靠上去好了 郭台銘很快就比下去了 郭台銘 你到後面去吧 我才是台灣首富啦 為什麼 我在那裡買最低賣最高啊 中間沒有雜訊啊 一千萬 三千萬都可以買 不要說一千萬 誰看沒這種東西 不要傻了 好 對不對 對啊 張老師你這個 買進訊太久了 不會啦 還好啦 懂嗎 不可能最低嘛 買進 為什麼打回來 來看這一段 一小段 為什麼又修正一個月 一定有問題嘛 賣訊又出現了嘛 對不對 又拉上來 為什麼修正兩三個月 對啊 你看這裡不是又修正了兩三個月嗎 沒有錯嘛 所以股權系統告訴你什麼 這裡不對啊 很多賣出訊號 這一段翻多了 漲上來 為什麼不會翻多 不會翻多表示有問題 架構是有問題的 沒有你想那麼完美 這是我對台積電的看法 這是股權系統對台積電的解讀 就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看台積電的新聞 今天的新聞 台積電明年會很好 明年的成長會很好 因為下半年不是那麼好 所以跟你講明年會很好 股市都是這樣 現在不好講未來 要不然呢 股票就是畫夢 畫一個大夢 現在不好沒關係 未來好就好了 明年會很好 為什麼不敢跟你講 今年很好 今年不好 今年普通而已 好 這個台積電 今年怎麼樣 衰退 今年衰退 有啊 小衰退啊 有沒有 明年才會 這個 要開始 迎接 下坡的成長 明年才有嘛 今年沒有 今年小複衰退嘛 所以你看台積電的格局什麼 今年就小複衰退啊 好在哪裡 明年才會好 確實啊 新聞也是這樣寫 這新聞也不是配合我的 沒錯嘛 明年才會很大成長嘛 今年是小複衰退嘛 所以我們今年不好怎麼樣 破壞明年 股市就這樣子 如果你要這樣 要當公司的 上市公司發言人 今年不好 不要講今年 明年會很好 股市本來說這樣 你想今年不好 股價賣馬上大跌 好 台積電說什麼 矽今年的庫存偏高 你要是看到問題 為什麼會偏高 因為 小火沒有那麼好 要不然矽今給你找到 被台積電買光 哪有什麼庫存 對不對 好 當然我前陣子放空的一些股票 會小有損失 這個很正常 會被尬到爆 沒有啦 你怎麼尬到爆 有沒有小有損失 一定有嘛 空頭格局嘛 懂我意思嗎 沒有錯 所以有漲空頭反彈 力道也非常的弱 這是張愛媛前陣子放空的股票 今天把它回補了 這個呢 有沒有把我尬到爆 好像沒有 為什麼 還是空頭格局嘛 空頭反彈而已 所以這股票小有損失 我想沒有關係 也不可能每一檔都贏 接下來行情 我相信我有能力 我有把握 我也有這個機會 把投資人 這一波小賠的錢 把它賺回來 為什麼 為什麼就空他 空頭格局嘛 一大堆賣出去 很好嘛 損失就算損失也不多啦 因為這個格局就這個樣子 好不好 好 辦什麼 005年 今天到127 張愛媛是122.6放空的 接到127.6 有沒有損失 有啊 損失5塊錢 沒有關係 我相信我絕對有本事 幫他們賺回來 我不敢保證 因為保證獲利是違規的 但是我相信 我自己有這個能力 幫他們賺回來 好 這都不是先坐先臨 台股率上最高點 18619 當時有多少 不去年而已嗎 對啊 有些人到現在還沒解套 什麼股票還沒解套 台積電 台積電688 今天566 不是嗎 所以一路喊多 當然是錯誤的 如果一路喊多 就可以當婚醫師 每個都可以當婚醫師 不用考試了 每個都婚醫師 反正每天喊多就好了 那是鬼扯 懂意思嗎 所以做多不是先坐先臨 最高點沒太多 到現在沒解套 不是嗎 張愛媛翻多 我想賺得比誰都快 懂意思嗎 所以我的選擇是 順著大盤操作 能成大事者眼光一定看遠 唯一翻多 賺的股票可能會比誰都快 真的嗎 我們來看看 高手一定會駐守這個法則 叫順勢操作 不會去逆勢操作 所以你的關鍵在哪裡 最後還是選股 選股還是看架構 你架構不會看 翻多也沒用 股票也不會漲 懂意思嗎 好 這我今天買的標的 大雅普通會買 買完工商漲停板 沒錯 鎖住漲停板 很漂亮 為什麼買它 一定三銜翻多 沒有翻多我不會買 懂意思嗎 沒錯 日線周線都是對的 好 周線也是對的 沒錯 好 沖泰 這特別會買的 沒錯 特別會 買了寇訓在這裡 漲停在這裡 沒有錯 買完拉姐工商漲停板了 為什麼買沖泰 好漂亮 現行看了有時候都很感動 哇 長得漂亮 看到一個漂亮的女生一樣 哇 臉孔漂亮 身材又好 哇 都給她拍手 給她口袭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真的太漂亮了 都給她吹哨了 吹口哨了 周線也是對的 沒有錯了 好 這個碧應 今天是工商的漲停板 這是中央會賣的 沒錯 買了寇訓在這裡 漲停的寇訓在這裡 為什麼買碧應 三銜翻多 老師怎麼這裡不買 現在這大法都不知道找到哪裡 你還找到鋼翻多的 比較少 沒有關係 多頭架構存在 還是可以操作了 沒錯了 對的嘛 日線對 周線也對 所以我們今天買一台 還是很漂亮 這兜兜還沒錯完 好 紅樹 這是總統會賣的 沒錯 今天工商的漲停板 很漂亮 沒錯 三銜翻多 日線是對 周線也是對的 還有誰 鳳凰 昨天就漲停板了 今天是 再衝高 再衝高 今天很多人 看到鳳凰 為什麼長成這樣 有 買了寇訓在這裡 早就買了 6月2號就買了 沒錯 電視也有講 6月2號 有了 鳳凰一定有講 對不對 好 我們看今天鳳凰 竟然成交值找盤的時候 超過台積電 一檔小小股票 旅遊股竟然超過台積電 你看那個 多強 多熱 市場一堆人搶進 我不曉得是不是 因為我講的 才一堆人搶進 那我們今天成交值 類股裡面最強的誰 觀光 對吧 昨天觀光 今天也是觀光 觀光是最強的 觀光股怎麼挑 觀光股不多 30檔 所以我們最後是回到選股 你不會挑沒有用 翻多跟你也沒有關係 30檔股票你要怎麼挑 又漲停 今天有漲停板 昨天也漲停板 那會怎麼會這麼強 你就看看他為什麼這麼強 一定有原因嘛 不然怎麼這麼強 又有漲一倍了 天啊怎麼會這麼強 沒錯啊 這裡盤整了三個月 你們要看盤進去套三個月 為什麼 三個賣出訊號 那我們說很多壓力要怎麼樣 長紅棒或跳空突破 有啊 這天5月16突破 突破完就不一樣了 看到嗎 沒錯啦 沒錯 漂亮 越來越衝越高了 這架構還是沒有破壞掉 好 觀光類指數登了12年的高峰 去年不好 他都關在家裡 今天開始出來 你可以出國旅遊 你可以到國內旅遊 突然觀光飯店股票 漲起來了 漲翻天了 所以來到12年的新高 去年不好 他都關在家裡 今天開始放行了 台灣也好 國外旅遊開始衝了 觀光也好 飯店也好 漲翻天了 好 那我們看觀光 這好像沒有很漂亮 對啊 還好下面很多買進去要撐著 對 那為什麼類股 衝高的類股好像沒有很漂亮 沒有很漂亮的原因是因為 觀光三次黨裡面 還有很多是空頭格局的 所以呈現在類股裡面 就像兩股勢力 民國三幾年的時候 把日本人八年抗戰勝利的 國共內戰 在大陸裡面一派共產黨的力量 一派國民黨的力量 哇 兩個內戰兩個在打了 一樣 觀光股也是一樣 有空頭格局 有多頭格局 哇 兩派幹起來了 所以整個類股來講 漲勢就比較沒有那麼靈力 架構就不漂亮 原因在這裡 懂意思嗎 那我們說大盤架構不美 跟觀光股一樣 架構不美 代表什麼 未來不是一反風順 那你操作上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大盤也好 觀光股也好 都一樣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說高水利用遵守什麼 順時操作 關鍵在哪裡 懸股 關鍵懸股 懸股要看架構 就這樣而已 大盤也好 觀光股也好 不是每檔都可以買 這個原則一定要記得 好 觀光股不多 30檔 怎麼挑 對啊 問題就給你了 請問你要怎麼挑 今天漲觀光明天搞不好漲別的 那你告訴我你要怎麼挑 你不會顯股一切都是零 大盤掌跟你沒有關係 懂意思嗎 好 那怎麼挑 雲品 雲品精華 今天報紙登了 今天6月7號 雲品精華吃香 那雲品精華對不對 不要看著報紙買 看著報紙買常常會錯的 雲品 盤兩個月了 盤三個月了 為什麼會盤 又賣出訊號一大堆 翻多了嘛 沒有 所以你看走勢非常的不靈力 對不對 為什麼 又有賣出訊號 曲線要跌破 那你看不懂 因為追殺 追追完就套牢 懂意思嗎 精華一樣 有很漂亮嗎 也沒有很漂亮 為什麼 格局是不對的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邦雲呢 賣出訊號 三類出出線 稻線菜疊成這樣 目前就是空投反彈而已 懂意思嗎 好 這個雅明也是一樣 格局不對 一大堆賣出訊號 空投格局 好 這個連發股 連發股也是一樣 一大堆賣出訊號 這段很漂亮 這段就不漂亮 原因是什麼一大堆賣出訊號 但是你在你的K線上 絕對看不到 哪裡有賣出訊號 股神系統才有 別的地方沒有 你K線是看不到的 好 這個美食 這個不對啊 你看這裡 不是三個月前的價位嗎 怎麼差那麼多 長不動 空投格局 懂意思嗎 雄獅股價來到高點 曲線跌破 格局不對 這樣懂意思嗎 六角也是一樣 曲線跌破轉工 所以最近這樣漲不動 懂意思嗎 網品也是一樣 股價衝高 曲線拉不起來 所以觀光股裡面 每檔都翻多嗎 沒有啊 有的盤三個月不是嗎 所以你亂買是沒有用的 不是每檔都對 所以你要看懂 看懂你才會買對 看不懂就完蛋 架構一定要看得懂 不然大盤也好 光股也好 一樣 你買不到好的股票 你買到空投格局的股票 大盤漲跟你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懂意思嗎 好 對的呢 雄獅股好漂亮喔 有人上個月在盤整 你看上個月漲快一倍了 為什麼 三線架構是對的 懂意思嗎 所以你要買什麼股票 要買三線架構對的 不是你衝進去買一次 結果也不會動 套三個月沒有用 還有誰 鳳凰 昨天漲停板 今天又衝高了 對不對 這很漂亮啊 為什麼它一個多會漲那麼多 架構不一樣 所以你還會看架構 你不會看架構 一切都是空毯 你買一區天然套三個月 你就昏倒了 好不好 好 復原 好漂亮 這邊一樣套三個月 不會漲就是不會漲 你看一二三四 一大堆賣會去那 空投格局你看不懂 完蛋 買一區先套三個月 為什麼開始飆了 三線翻多了 七十翻養 充滿丁凍充沛 用一根紅棒突破這個壓力區 然後後面你就上去了 懂我懂意思嗎 所以你必須有能力來判別架構對不對 不會判別一切都是空毯 大盤長跟你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懂意思嗎 三輔 這也是對的 懂意思嗎 有沒有 所以我們觀光股裡面錯的一大堆 對得也有 要買對才有 買錯沒有 買錯先套三個月 所以你要看懂架構 架構就變得非常重要 為什麼我們要選鼓勵器 節省時間 你不用讓很多時間 一檔股票一秒鐘 我給你一秒鐘我就要看穿你 跟你一個朋友到你家來 突然到你公司來找你 這是要來救錢的 還是要來 找我做生意要騙我的 還是真的介紹機會給我 你也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有一天就把他騙去了 哇 錢被騙了 那我們如果有能力一秒鐘看 你來騙錢的 謝謝在你我最近公司比較缺錢 我們下次再說 趕快把他趕走 泡一塊很爛的茶給他喝 泡爛茶就在趕客人 你沒很苦就笑 多喝多喝點 不好意思我先走 我今天有事 泡白茶就是肝人客 懂意思嗎 泡喝茶這個回甘又香又甜 一杯又一杯 不走了 泡白茶就是肝人客 泡不好的茶給他喝 趕快走 為什麼要來騙錢的啊 懂意思嗎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 人生多好 那股市裡面你也必須有這個能力 你看就知道 多的格局 OK 空的格局謝謝再聯絡 我不要你 不然被他騙去就慘了 一到三個月對不對 喔 好飄好強 喔 好飄好強 對不對 好飄好強 對不對 那如果你買錯呢 對不對 買錯了 唉唷不對了 不對了不對了 一大堆喔 有沒有 一套兩個月天啊 你又昏倒了 所以你必須有這個能力 這個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選股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本事 好 所以我們說 為什麼要好的操板工具 就是要節省時間 要精確選股 有一天賣出現了 提醒你 不要困在裡面跑不掉 小小組A 2500-6999 這是我大力碼 你可以搜尋加入 有問題發生 記得留下電話 張宇敏會快速回答你 謝謝你家裡聽見 好 那麼更多操作的監管 後來繼續再請張宇敏老師 幫大家做解析 東森粉絲那一手機 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er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宇敏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 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er是免費 所以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宇敏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獎點密碼 我們再來時間交給張宇敏老師 好的 我們看看光學族群 有投資人說 老師我買的亞光 怎麼都不會漲 對啊 這怎麼會漲呢 空投客去啊 懂意思嗎 週限不對 日限也不對啊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一檔股票 我只給他兩秒鐘 日限看一次週限看一次 我就可以判斷他 到底對還是不對 那準不準就慢慢驗證嘛 好不好 郁靖光呢 也還不對啊 看到嗎 日限不對 週限也還沒有修正很漂亮 低限還沒有翻多嘛 這一段跌多少 跌快七成 跌三年 你買這一套的話 套三年 跌七成 一檔股票套三年 鐵七成已經瘋掉了 對 為什麼啊 空投格局啊 你不要亂買 亂買沒用了 懂意思嗎 好 光學族群怎麼挑 我昨天已經示範過了嘛 日限看一遍 週限看一遍 沒有啊 日限對週限不對啊 對不對 週限對日限不對啊 通通對了 只有一檔還叫薰巨科啊 沒錯嘛 只有一檔啊 昨天講了 那請問今天光學族群怎麼表現 來看一下 都不是很好 這檔怎麼那麼強 長得七%多 盤中還差點掌零板 薰巨科 十六檔為什麼點名這檔 這檔都特別強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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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來點點看 看你能不能點得到啊 十六檔耶 那麼容易嗎 大立光今天也拉回來啊 不是嗎 為什麼張里面點的 薰巨科特別強 長得七%多 盤中還差點掌零板 對不對 為什麼 有啊 昨天有講啊 這裡啊 有啊 這昨天有講啊 昨天講過的啊 你看昨天我們講薰巨科 是啊 光學裡面十六檔最強的 今天最強哪一檔 光學 薰巨科要有第二檔嗎 對啊 薰巨科 那為什麼這麼強 十六檔你能夠點一檔就命中嗎 如果你可以十六檔點一檔就命中 厲害啊 這個厲害啊 這不是普通人物啊 非常厲害啊 不可能啊 好不好 哎唷 因為三線判多嘛 剛剛一雅光 跟一金光 架構一定不一樣 懂意思嗎 好 薰鋼 對不對 拉尾修正 還是豆漏格局 日線是對的 當然有點瑕疵 周縣也是對的 低檔很多買進訊號 通常低檔很多買進訊號的股票 這樣後面就會有機會展開一波攻擊 通常不是絕對 好不好 給他摩尼分析也是對的 所以為剛才我來抱著 中興店高檔轉落了 不對啦 格局不對啦 材料也要出現賣物訊號 格局不對啦 滑信光是對的 所以你必須有能力來挑股票 要不然一切都是空檔 這樣等於是嘛 一條比 價值超過一億的線 叫比對大盤線 怎麼來形容比對大盤線 來 這條線 把長榮壓著打 這邊179 等於我們目前150 對不對 你看這一段你買一賠三萬 空投格局 對不對 根本也沒辦法站上比對大盤線 這個一樣 加者 站不上比對大盤線 還有出現一堆賣出訊號 有沒有 國具 幾乎都在大盤線在那邊 被壓著打 所以你看發一大堆消息 說修正還要兩期 原因講什麼 講一大堆 總之最後是空投格局 八王銀集 天哪 轉空之後到現在 三列到現在 看到嗎 所以買這種股票是錯的 懂得是嗎 八萬誰 華興客一樣 比對大盤線在這裡 這都在比對大盤線以下 所以買這種股票是沒有機會的 比對大盤線非常的重要 在股神系統裡面都有 看就知道 好 紅樹 漂亮 站上比對大盤線在這裡 漲翻天了對不對 比應站上比對大盤線 好強 三線又翻多對不對 所以這條線非常的重要 多研究它叫比對大盤線 好不好 好 選股利器 有比對大盤線 有三線架構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以節省你時間 可以精確選股 可以提醒你怎麼樣 轉空需要出場了 賣壓出現了 大盤線跌破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選股就是一秒鐘 日線看一遍一秒 之後現在看一遍兩秒 一檔股票兩秒搞定 你不要每次買錯 每次買錯套三個月 賠三成就好 你一年三檔 錢就輸光了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 好的工具要好好掌握出 小二十五位 2500-6999 這是我大的例子 你可以搜尋加入 有問題發生 還記得留下電話 你也有留電話 在我們都會快速回答你 現在來聽見 好 非常感謝來賓 分析要提醒觀眾朋友 老闆公司所推薦分析 這個表格證券 我們不當出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該獨立判斷 审慎評估 並且支付投資風險 也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